Gigi Bo Gong 嘿嘿嘿 不要小看大肚男 说到勇敢 说到机灵 他是一群棒 喂喂喂 别在他面前逞强 所有做二分子 一旦见到他 善意跑 而他很简单 他最爱是冰激凌棒棒糖 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有他注注 下注不用败 Oh Gigi Bo 童话你做英雄 Oh Gigi Bo 让血线中流动 Oh Gigi Bo 一切掌握手中 让世界更美好 坚持就一定成功 青蛤 被诅咒的王子 驾 那个就是背弃公主的爸爸吧 竟然说要拿出一万金利当奖金 肯定是骗人的 听说这个国王 以前也总是说话不算数的 一个人如果失信一次 会得到别人的原谅 如果经常失信的话 那他以后说什么都不会有人相信了 是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的信誉 说出去的话就一定要算数 这样别人才会驯服你 幸好我猪猪侠说话算数 是吗 我记得你对教导主人保证过 以后都不会迟到了 可为什么还记得迟到啊 这不能怪我 因为我在梦里已经起床上学了 我以为那是真的吗 特大消息 特大消息 嗓子都喊哑了 怎么一个报名的人也没有啊 贵女儿 你去给我买瓶水回来吧 昨天我把零花钱都花光了 现在没钱买水了 哎呀 我出门从来不带钱哪 这样吧 你先去赎账 等我们把王公抢回来了 以后再加倍还账 好啊 今天天气真情 牡蝇王子 请挡一下 嗯 什么事 我的王公被青蛙怪兽给霸占了 你给我播一条征集勇士的广告 每个勇士我给一万枚金币 没用的 你是说奖金太少了吗 我可以再加一倍 大家都知道 你们婚姻两个都不讲信用 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你真的会给奖金 啊 我的名声这么差吗 哎 爸爸 嗯 没有赦到水吗 没有一家商店愿意让我们赦账 哎 不用说了 他们一定是觉得我们不讲信用 将来不会还账 哎 哎 哎 黄公又抢不回来 身上又没有钱 看来我们以后只能当乞丐了 嗯 哦 哦 哦 我不想当习要起开 我以后一定要说我算数 哦 哦 黄公主你别哭 我帮你们把王公抢回来 哦 大胎 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我大胎不是最差的学生 哎 你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出手相助 真是 他让我感动了 哎呀 疼死我了 哦 不好意思 我以前都是抱大树的 今天第一次和人用抱 不知道该用多大的力气呢 啊 没问题 你这么强壮打败青蛙一定没问题 我们快走吧 好 你们带路吧 小瓢虫大战巨型发 小瓢虫大战巨型发 这倒是个不足够的节目 这倒是个不足够的节目 看到了吗 就是那只青蛙霸占了我的王宫 好大的青蛙呀 一定比我吃的还多 他正在睡觉 你现在就去偷袭他 获胜的机会就会大些 赶快追过去 各位观众 我现在位于黄金国的王宫前 一只恐多大青蛙霸占了王宫 而青蛙必然的大太同学 正准备对青蛙发起偷袭 请问大太同学 你对这搜集有多大的把握 现在一点把握也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把青蛙吵醒了 现场情况真是风云变幻 不经意间青蛙已经苏醒 大太呼吸计划彻底失败了 通过双方全手的组织 并非断定 这绝对是一场鸡蛋和石头的较量 好了 现在我们把时间 留给现场的两位选手 请大家瞪大眼睛看看大太同学 究竟会怎样应付这一局面呢 你的肌肉不错呀 是在哪个健身房锻炼呢 要不要好教练介绍一下呀 大太同学目前一直处于下空 看起来毫无还手之力 请大家提前为大太莫来吧 大太 不要以为只有你有力气 不要以为只有你有力气 大太 大太 你是打不过青蛙的 我们一起逃跑吧 我不逃 虽然我有点笨 可是我知道答应别人的事情 就一定要办好 大太 超级拼装 瓢虫机甲超级拼装 大青蛙 让你尝尝瓢虫机甲的厉害 大太终于发飙了 他驾驶是摇情机甲 冲向了大青蛙 他要在今天证明自己的实力 他要在今天创造奇迹 他竟然有能量防护罩 不要拆我的王宫啊 大太 好厉害的大青蛙呀 我说过 我的瓢虫机甲是很厉害的 蜜蜂扶游炮 标语相机 来吧 来吧 尽管出招 来吧 哈哈哈哈 再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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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看你们把我抬走 啊 啊 啊 大太 大太 我要实现承诺 看我的厉害 我要出绝招了 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办好的 嘿 你想干嘛 嘿 你找死吧 啊 大太 我说过 我的瓢虫机甲是很厉害的 嘿 嘿 嘿 啊 你想死 我就成全你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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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你停手吧 是我当主答应和你做好朋友 却说话不算数 现在 我知道错了 讓我们重新做好朋友吧 啊 贝奇公主在关键时刻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终于使得青蛙王子变回了人形 从此黄金国恢复了瓶颈 你怎么变成人了 我原本是一个王子 可是不小心中了女巫的诅咒 变成了小青蛙 只有当别人真心地和我做好朋友的时候 我身上的诅咒才会消失 可是如果有人欺骗了我 那么我身上的诅咒就会更加恶化 最终让我变成一个失去理智的青蛙怪兽 对不起 当初是我不讲信用才惹出这么多麻烦 我也应该向你道歉 把你们的王宫破坏成这个样子 真是变成了 算了算了 这就算我对女儿不讲信用的一次惩罚吧 你不用赔偿了 爸爸 大太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 我们应该好好地感谢他呀 大太 我会遵守诺言 给你一万枚金币作为奖励 我不要金币 你还是任命我做瓢虫将军吧 瓢虫将军 好 我现在以黄金国国王的名义 任大太为瓢虫将军 没想到这个大太爷有两下段 头脑简单的人比较好控制 看来要找个机会把他收复过来 然而 一一爷爷留下的一个超级元件 又引发了一场新的风波 遥阔的森林 落下一片雨 都在蜻蜂蜓 都在蜻蜓 春夏秋冬四季 为我唤醒你 德顿 珍贝 阳 宿阳和流星 百摩星 寒出 阳荒的结晶 热闹的阮去 往来的身影 突然停行 倾听春风掠过大地 绿色的旋律 绿色旋律